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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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让你多关心关心我 我们现在沟通越来越少了 我就像失去了灵魂上的伴侣 是否就能阻止这伤口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杨先生 30岁来自吉林 个体女嘉宾李女士 30岁来自河北戴叶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 大学同班同学 是吧 对 大学同班同学 七年爱情长跑 是吧 十年了 十年了 对 我们是05年入的学 报到的时候他就对我表示了好感 第一天就跟我要了电话 当时嘛 他长得挺帅的 而且不像现在这么胖 那时候挺瘦的 然后还是我们班里的国旗手 有一天嘛 他也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我原来短信挺搞笑的 他就是说 我想和你搞对象 给你一天考虑时间 想搞就搞 不搞就拉倒 你回了两个字 拉倒 没有 然后我行吧 我说给我一天考虑时间 然后我觉得他人还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但没想到就是一坚持就坚持了十年的 不不不不 这事儿说一坚持就坚持了十年 恋爱多久结的婚啊 我们是那个 12年结的婚 12年结的婚 7年 7年之后结的婚 对对对 那应该情感非常稳定 对不对 我觉得挺稳定的 什么时候有的宝宝啊 结了婚就有了宝宝 结了婚就有了宝宝 对对 那宝宝现在也 快四岁了 怎么了 不挺幸福的吗 挺好的吗 没结婚之前 他对我确实挺好的 然后对我百一百顺 千一百顺 我说一他不敢说二 我让他上东他不敢上西 我让他上天他不敢入地 但是 那你得多讨婚 我又不是机器人 我都听你了 就是 但是就是 自从结了婚 孩子有了以后 我们就有压力了 然后他就是 在我的鼓励下嘛 他就是开始干个体 干完个体以后 他和我的沟通越来越少 白天我看不到他人 晚上一回家 他就要对着手机 睡觉的时候 还要看着手机视频 才能睡觉 你说 你取了个媳妇是手机啊 还是我呀 那起码那个手机 他不跟我生气 你说 总说我说我烦你 我现在我确实有点烦你 你总在那捉 他没事就是捉 他这点我受不了 他都咋捉的 他都咋捉的 我说的也挺可笑的 有一次我本来要出去工作 他就说自己生病了 发烧有点 那我现在你要是发烧的话 我看一下呗 拿手摸摸他头 感觉温度挺正常的 没什么事吧 我说那个 等我回来的话 咱们再说吧 他就说不行 我肯定是发烧了 我一定发烧 他就拿着体温剂 去量体温去 他跑厨房里量去 没过一会儿 我听里面喊了一声 我进去看 这家伙 拿着那个体温剂 往开水里放 体温剂都炸了 你说你怎么拿火里烤呢 我一看他都是假的 一看他那边跟我演戏 你说这句话 你说你丧不丧良心 你说你发烧这种事情 你不应该想想 我为什么要装发烧 其实主持人 他已经连续一个多月 没回家了 而且他回家那天 他当天已经答应我 陪我去逛街 回到家 他也没有向我解释 他不行啊 今天我有事 我不陪你逛街了 这不是临时有事吗 而且你说 咱们第二天去不可以吗 那你第二天 也没有陪我去啊 第二天我都生气 成成那样 我还跟你去 他不止这一次啊 他有更夸张的时候 他有一次啊 我回家 他躺在地板上呢 他就一直在那说 我胸口疼 我闯不上气 我闯不上气 我看他 好像确实挺痛苦 我都打120 让那个医院 把他接走 去医院做个检查啥的 一看做检查 各项指标挺正常 医生说也没啥事 我也挺好奇的 我说那没啥事 怎么这么难受呢 我都问问他去 他问他咋说的 这事我还能要解释一下 上次装发烧以后 我就发现 你肯定是不关心我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我想干一件大事 来引起他对我的注意 干比较大的 再说了 我也不容易啊 你说你五点半下班 我五点 我就提前八个小时 我做好准备工作了 我就在地上躺着 然后他五点半也没有来 结果六点来的 我就足足在地上躺了 一个多小时 你那就是该 只要你躺了是 你说你说沟通也行 你说我不关心你 那你好好说 你非得这么演 你这么爱演 你咋不演戏去呢 没叫我去 要叫我去我也去 其实这个 他拿他自己来着演 也就算了 他更过分的是 那孩子骗我 有一次也是我在外地嘛 外地有点工作 我去外地 跟人家谈挺长时间了 已经快敲定了 结果他一给我打电话说 咱们儿子发烧了 发烧好几天都不退 完了还在那种 带着哭腔的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我那把所有工作 都放下去了 啥也不管了 我直接就回来了 结果回来一看 又在那儿跟我演戏 说到演戏这事 主持人我还要再解释一下 我做这些事情 都是有理由的 不是说没有理由 那天是我们 在一起十周年 我当时给他打电话 我也暗示他了 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他说啊 我这有事挂了吧 那你说 这个纪念日 咱们改天来过不也行吗 我说出去挣钱 也不容易吗 基本听明白了啊 结婚之前 就是有宝宝之前 您是有工作的是吧 是 是因为两个人商量好 他来做全职太太 是吧 你去挣钱养家是吧 猜的不错的话 应该现在生意做的 还不错吧 还行 还行 你满意吗 不满意 不是 挣钱挣得你满意吗 也不满意 是少了还是多了 越多越好 你又希望他越多越好 行 那我明白了 就还没达到你的要求 是吧 好 第二个问题我又问了啊 现在不都放开二胎了吗 你们想要个二宝吗 商量过这事吗 商量过 说的这个事 我也 我也挺生气的 我其实现在二胎政策 已经开放了 我一直想要个老二 因为老大现在已经 就是马上上幼儿园了嘛 就是应该说已经带过来了 我说想要二胎 他就是不同意 我肯定不同意啊 你上一个孩子咋带的 你说你会带孩子吗 我怎么 我跟你说 那个赵老师 之前孩子小嘛 他不比较喜欢看电视剧吗 他看电视剧 孩子都在边上闹 他嫌烦 他怎么办呢 把那饼干捏碎了 往地板上一扔 让孩子爬着剪去吃下 你这是养孩子呢 养小鸡呢 这个国外都这么养 你都是养 你自己都带 你带不好他 你还一个都带不好 还带俩呢 爱看什么电视剧啊 一般 电视剧这我更得说一把了 你这么大岁数了 还哈韩呢 我从我认识他开始啊 2000几年开始 都开始哈韩 韩国电视剧 韩国偶像 韩国歌曲 那个手机 包括车里面下的歌 全都是韩国的 我想听个中文那都难 你说咱们中国有这么多好的电视剧 好的主持人 是吧 老师 你都不能去喜欢喜欢 你非得喜欢那些 你都说话 你都听不懂的人 而且换偶像 换得特别快 今天什么长头老爸 明天外星教授 现在又什么当兵的 换一个说自己 我又那啥 我又换老公了 你这我咋想呢 那你也不能说 总发一些微信来刺激我呀 我咋刺激你了 老师他怎么经常发一些丑闻啊 就是来刺激我 我都给你发微信 意思告诉你 你这些明星他也是普通人 他只是包装的好 不像你想那么完美 我看你这么爱言 都是看这个韩剧看的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其实挺有意思的 年轻女性还好 恰恰是在家庭当中的 很多女性 追这个 对 过分的追 有研究也得出了一条结论 说是因为家里的老公 太失位了 因为我们的枕边人 不搭理我们 你看看 那他看完也不能说 他一看完韩剧都说 我看完韩剧里的主角 我看你都恶心 真的假的呀 真的他真这么说 你是看到恶心吗 是 真的 哎呀妈呀 问题大了 那他确实没有韩国明星帅呀 坏了 本来我觉得很容易解决 现在发现挺难的了 难题留给你们吧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也看哈 看啊 特别是那个 太阳 那是很帅 宋中基 特别帅 我比苏东基 差哪儿 那长得比你帅 你帅了吧 我们有权利欣赏帅的男人 你们是有权利 但是你们不能当老公 就要你们什么意思呀 的确就是韩国偶像长得帅 但是长得帅没有用 踏踏实实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 才有用 但是有一个 踏踏实实生活在我们身边这个人 是否对女人要有关心 对于丈夫您来讲 好像您并没有真正愿意去陪到妻子 她可能做的所有的方式真的不太好 躺在地上装病也好 然后想要把那个温度计放到水里边烫 想要去博得你童心也好 她可能真的不对 但她内心当中想要得到你关心那颗心 没错 我觉得忙不是借口 赚钱是为什么呢 您不就是赚钱希望你的老婆过得好 您的孩子过得好 不就为这个吗 但是现在您赚钱就是为了得瑟 你看也有钱了 也不管你们了 你们都是为我服务的 不要那样 好像有点钱以后 什么都看不上了一样 回过头来 我觉得对你也是一样的 您觉得如果我把饼干捏碎了 扔在地上 然后让您去捡 您觉得这是一个国外的教育孩子的方式 养育孩子的方式吗 我没有听说 至少到现在我没有听说 如果你不爱你的孩子 你不热爱你的这个生活当中 你跟你孩子在一起互动的时间的话 再有一个老二有什么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你没有做一个合格的母亲 所以我觉得您二位也是一样的 十年的恋爱生活加婚姻生活 你们不热爱她 你们也不珍惜她 我会觉得这是最可惜的地方 十年是应该是你们人生 你们婚姻的新的起点 有空去旅个游吧 孩子都四岁了 应该一家人出去旅游了 不要再在家里边互相责备 谢谢老师 我老婆也爱看韩剧 我基本不看 你也不看对吧 不看 但是我们集团控股了一家韩国娱乐公司 控股了一家公司之后 我就得看 第一呢 我是看他们的这种模式到底是怎么样 第二 我从里头还学到了一点东西 知道为什么女性特别迷像这种 宋忠基啊 金秀贤啊 等等这些韩国男明星嘛 为什么 表面是因为他们长得很帅 但是千万别忘了 你老婆曾经认为你很帅 对不对 为什么不帅 不是表面上的变化 关键是骨子里 为什么韩剧里面的男性女性那么喜欢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性 他对女性非常之体贴 专一 在你最需要依靠的时候 他们会出现 所有的这些点点滴滴 就会让那些女观众们觉得 他们真是我们的理想的老公 与其说他在看着韩剧的时候 不如说一边看着韩剧 一边想着 如果那个男主角是你的话 他将多么的幸福 你看他种种的作为 装发烧啊 装病躺在地上啊 甚至于说孩子 有病 你得赶紧回来 多无奈 种种的这是有递进式的 前两次完全是以自己的状态为一个诱饵 但是结果是 他知道最后已经没用了 只能用孩子 而这些闹关怀的作为 其实如果在一个真正关爱自己老婆的男人来看 第一 他会觉得很愧疚 第二 他会觉得老婆还是很可爱的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你觉得他很可爱 对不对 这是一种对你需要的表现 你应该很有成就感 恰恰现在没有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所以啊 闲下来陪陪爱人 女士呢 你有点自私 当你决定要一些男人的事业的时候 他去做 而且你也得到了 但你不满足 对不对 越多越好 你肯定给他施加压力了 你明明是把他往外推案 你说快去工作 快去挣钱 而当你意识到说自己也忽略了 对你们之间爱情的这些付出的时候 你简简单单是用技巧来要吗 不是啊 你要真实的自己的那种对他的关爱和温柔 让他迫不及待的回到你身边 明白吗 所以双方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还是很幸福的 谢谢 多数人看韩剧 看的是脸 看的不是生活 韩剧之所以好看 是因为太过于美轮美奂 但并不真实 我以前也喜欢看韩剧 那是年轻的时候 我老婆也喜欢看 但我现在已经非常骄傲地 成功地把它扭转成了看国产剧 虽然我承认 韩剧的男主角都挺帅 但是好像帅得有点不真实 他们大多数都是未婚 并没有婚姻生活的实质经验 但是在国产剧当中 有很多男演员都是已经有婚姻生活 才真正有婚姻生活的支撑 你跟我老婆是童年 但你真的比起来太不懂事 我基本上每天我会至少收到 十张照片是我老婆在家里 拍家里的孩子醒啊 喂奶啊 或者是吃饭啊 都会有 它是刻意发过来的 告诉我 在家里面正在发生着一些什么 它不会像你那样去 用那样的一种讨关心的方式 躺在地上 又或者是烧温度计的方式 来作死 这只能让男人烦 并不能让男人牵挂 还有像那种拿什么饼干扔在 这只能让男人牵挂 这只能把男人扶行 完全没用 我们都可以像你那样 这只能把男人扶行 这样他就趴下去了 这是一单的 迁 我们iğ露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来 请关门 好了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 带着来有请小娃图 可爱 来这边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这对十年情感的夫妻 如何从今天开始 先开他们下一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幸福篇章 各位请见证 我确实有点忽略你的感受了 虽然比较浓躁吧 但是还是因为我关怀你关怀的不够 以后我肯定会花更多时间陪你 听到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多一点沟通吧 谢谢您老婆 拜托老婆 要保湿一被湿啊 除了要 还需要保鲜自己的婚姻 谢谢你们 祝你们幸福 谢谢老师 还要老二不 要 他又不会带娃 要什么老二啊 学嘛 好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谢谢 多幸福啊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 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在我眼里 他长得很漂亮 我总担心自己配不上他 所以跟他在一起压力很大 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 他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瞒着我 就是把我一步一步的 骗到他们家 给他当用人 我在工作上遇到了很多挫折 我不敢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害怕他瞧不起我 他骗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所以他现在说什么话 我都不敢相信了 我对这段感情已经彻底寒心了 心已伤透 我该怎么相信你 当情感遭遇信任危机的时候 大麻烦就真的来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杨先生29岁来自湖南 特体 女嘉宾杨女士29岁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名化妆师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追的他 对 在什么场合认识的 是在一个老乡的聚会上认识的 老乡的聚会上认识的 因为我们俩都是怀化的 都在长沙发展 所以当时吃完饭 感觉也挺有共同语言的 就留了微信 所以以后要在长沙相互照顾 从此之后 他就经常以这种借口约我出去 也就开始主动追求我 怎么了 怎么就不相信了呢 开始他对我挺好的 是在外边租的房子 那个时候他会经常花时间陪我 也会对我很好 但后边他跟我讲 他爸妈身体不是很好 他说让我租到他家里面去 一来方便照顾 二来也为了省点钱 将来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他也考虑得比较周全 也算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所以我就答应租到他家里面去了 后来呢 租到他家里面去之后 我就发现第一件事情骗我的就是 他学历上就骗了我 他那个时候跟我谈的时候 是跟我讲 他是重点的本科 但其实我从他爸妈口中得知 他就只有大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连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他就骗我 其实周全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追他的时候很难 他的很多朋友啊 亲戚之类的都不看好我们 觉得我的外表搭不上他 所以我只能从我的内在去包装一下自己 也不是说是骗你 等于是最多是睡一个小牛吧 那房子的事情你怎么解释呢 房子怎么了 房子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开始跟他讲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套房子 但是那个房子呢 是在老家 我哥比我大六岁 家里面是这么考虑的 谁先结婚 那个房子就给谁用 而且我们两个实际上是在长沙发展 那个老家那个房子呢 其实也用不上什么 所以我就是打算在长沙买套房子的 你根本就是有意隐瞒 你当时跟我就不是这样说的 他说婚房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我老家给我留了一套 所以到时候是给我们用的 他现在跟我说又是这样变卦了 这难道不是有意隐瞒是什么呀 还有什么事他瞒着你 还有吗 还有还有很多 其实就是我工作上的事情 我没有告诉他 他就说我瞒着他 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说教育培训的嘛 当时我们条件还可以 但是后面市场不怎么景气了 我们股东之间又出现点矛盾 所以教育培训我就没做了 没做以后呢 我就也不敢告诉他 因为我怕他看不起我们那个时候 你教育培训你都没做了 哪还来的钱买房 他刚才不是还这么说吗 说准备买房 这算一件很大的事情 关系到我们将来能不能结婚 但是我也没在那里玩 我不是坐Post机去了吗 怎么样做的 Post机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投资比较大 但是它回本比较慢而已 赔了是吧 没赔只是回本慢 又是一缓冰之地 又是一借口 他坐Post机的钱都是借的 做Post机这事情就没告诉我 然后借了钱也没有告诉我 借款的钱我都是怎么发现的 因为他承诺我说 年底的时候会去我家提亲 我们家提亲按我们那边的规矩 至少都是要七八万块钱 我早就给他打预防针了 我说你这个钱你要准备好 他说你放心 我外面还有几万块钱的账没有收回来 他说到时候就用那个钱嘛 所以我以为他是不好意思 就是一般跟朋友收账都不怎么好意思说嘛 我认识他朋友 所以我就私下去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但是他那个朋友跟我说 他压根就没有借那个钱在外边 他那个朋友到借了几万块钱来 给他做Post机 你骗他这干嘛 有钱就有钱 没钱就没钱的 你跟人说清楚嘛 面子上挂不住嘛 那有什么挂不住的呀 这都成为你老婆人 他要因为这个离开你 我觉得中金月不值得留 他朋友知道的话 他肯定就会消化我们两个 消化消化呗 你还有什么事瞒他吗 还有 还有啊 因为他这个房子和彩礼钱 总共加在一起二十多万 Post机的生意不是他回本漫吧 所以我就想了其他的办法 干嘛 就后面去做跑滴滴去了 跑滴滴倒车 也挺好啊 但是他觉得不安全了 所以我就有一次出去 那次还是生气出去的 就是跑滴滴的时候要完成任务 每天完成多少单 我知道 第二天才有奖励 如果没完成那么多单的话 第二天你就算去跑 等于是也是白跑 对你干嘛了 所以我就到朋友那里去受苦 去了吗 你别说 说就是 主持人我跟你讲得清楚一些 他什么都是断场取义 他任何讲一半 那天是我要过生日 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陪我了 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得陪我出去看电影 他说好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又找什么借口说 要完成多少单 多少单 对他刚才说了 对 但是他压着内心就没有出去跑车 那他干嘛去呢 你让他自己说他内心干嘛去了 喝酒去了 喝酒 他过世你不陪他 你去喝酒啊 拿着那幌子出去跑车去挣钱 压力挺大的 而且我也是生气出去的 我也没地方发现 我也不敢和他正面冲突 一冲突又是要捞分手之类的 所以我只能出去找朋友去喝酒嘛 然后呢 然后找到朋友以后我们聊得很晚 后面他就说你不做弟弟的话 那就现在有一个好的事情 基本上就只要投资一点点 然后也不要什么周金 就要我去干一个超市的事情 投资 入股 做了吗 做了 现在做了 哪来的钱呢 然后就没钱找我父母要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 后面我就只能 因为这个是稳赚不亏的生意嘛 我不想错过这 赚不亏的生意 对 哪来的钱 父母没有 就把我那个车去抵押了 车也抵押了 他现在负债那么多 你把车 唯一的资产把车都抵押去了 都没跟我讲 那天还好是我听到他哥哥 就是跟他妈妈说这个事情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生气 就跑去超市去质问他嘛 就看到他跟他一群狐狐狗 有在那里玩游戏 玩得挺嗨的 本来我就心里就憋着 一肚子的气了 所以就把他手机抢过来砸地上 所以他就因为这个事情还动手 他打你啊 当时也是情况不一样嘛 当时其实我也是 我们也刚刚忙完 就在那里休息一下 他刚好他又进去了 他进去把我手机摔了 而且只是我鼻子骂 骂我的朋友也骂我 我实际是忍不下去了 忍不下去 这也不能作为你打人的理由 大体脉络我知道 我还有几个细碎的 你想问一下 在日常生活里 他对你照顾的细致吗 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 不然那个时候呢 因为可能时间短 也看不出来 那时候他可能经济状况 也好一些吧 那时候会经常陪我 会给我惊喜 但是到他家了 完全是天壤之别 我是做化妆的 在外面一直是站着弯着腰 我很累很累了 但是回到家 我能帮的 我都会帮 他干活吗 他就是不干活 所以我心里才不平衡了呀 今天你来是觉得 他骗了你这么多 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 在瞒着你是吧 他骗了我那么多别的 我还能相信吗 我就觉得 这段情感 路向何方呢 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如果一段爱情当中 都没有了坦诚 那这不叫爱情了 对于男嘉宾来讲 我至少听到几个 最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关于有没有房子 你是以骗的方式 第二个工作的问题 你不敢直说 你也以骗和隐瞒的方式 又隐瞒了 但是我觉得 我所有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呀 我是想等着 我的经济上来以后 我再跟他讲这些事情 你所有做的一切 是因为你认为 这个女人有很高的要求 而你并不是能够达到 他这么高要求的男人 所以你其实在够他 你够得很累 如果他的要求 只是比你自己的条件 或者比你自己能力 稍微高了一点点 你可能卯足点劲 你还能达到 但是好像我听到 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认为他的要求 你根本连跳都跳不上去 所以你要这段爱情 做什么 我想每个人 至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总得有一点知道 什么是属于自己的 什么是应得的 那同样换过来 对女孩也是一样的 我能够试想 在当天的场景 人家可能会说 这个是杨老板 做生意做的还不错 然后再加上他又夸口 某某名牌大学毕业 又做教育培训工作 然后再加上他说 你看我老家还有婚房 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就认为他是可以依靠的 但是试想过来 你到底爱的是他这个人 还是你爱的 他是一个有钱的杨老板 如果你爱的是后面一种身份 拜托现在不是 那你考虑你要不要嫁这样的男人 如果你只觉得 我就是爱他这个男人 他虽然在骗我 但是他很踏实 他也只是在为我考虑 那好 你就今天踏踏实实地 爱这样一个人 考虑清楚 做你自己的选择 谢谢 好 谢谢 我能直白地指出你最大的问题吗 你很自卑 你觉得所有的你的现实状况 你是不能满足女方的要求的 请问 女方开始要求了吗 没有 反正是你给了她一定的要求 我有房 我学历高 我有事业 而为什么你要主动地提出 并不现实的这几项条件呢 源自于你内心深深的自卑 你觉得自己 如果是真实地 面对对方的时候 对方是不会看上你 你所有的那些真实的工作 都不敢告诉对方 你赚钱与否 不敢告诉对方 接下来你又是很不踏实 其实我们都接触到 这样的一些第三方代价机构 只要你踏踏实实的 都是能挣到钱的 为什么在于你来说 连人家基本的一个要求条件 都达不到呢 最大的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现实 赌性十足 哪有稳赚不赔的事啊 到最后终于把自己那 唯一的一辆车也搁进去了 而你赌情又反馈在说 你对待你的爱人 我所有那些谎言 都会被我隐瞒得很好 包装得很好 又是在赌 最终你赌来赌去 就把自己的前景 和自己的幸福 全给赌没了 所以啊 回到最根本 你最真实的是什么样子 坦荡开来给你的爱人看 如果你所有的真实 对方是不接受的 不好意思 他不是你想找的那个人 装是装不了一辈子的 女孩 同样 你要也要反省一下你自己 其实你也在赌 你赌自己 当时没有看错 你其实也怕周边的朋友 自己的亲人觉得 你怎么就看上这么一号人啊 所以你赌他 下一次一定能赢 你不得不被自己这个赌性呢 你付出很多 所以啊 认清一个人 如果他真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 马上走开 因为你无法改变一个赌徒的思想 更不要把自己也赔进去 就这样 好 谢谢 男生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配不上他 有一点吧 你自己是怎样 你就是怎样嘛 何必去打肿脸充胖子呢 我最讨厌见到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情侣 太脆弱 骗人的 打肿脸充胖子 被骗的 装傻充愣 他骗不骗你 你不知道 我们说欺骗者之所以能够欺骗成功 就是因为被骗者在谎言中沉醉 你又不是不清楚 很多事你也清楚 其实你也骗了他 你没有直白地说出自己的质疑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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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这一对最终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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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这个礼盒还要送给你们 除了保护自己的皮肤之外 还要好好呵护自己的爱情 谢谢 祝你们幸福啊 如果是真爱的话 谢谢你们 请回 关于他们的情感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解读 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老师的话 激励出了他们对爱的觉醒的话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一被诗爱情保鲜剂 好 抱贝的图老师回来了啊 爱宝官媚的网友向你提问说 我和女朋友分手一年 之前分手是我提出来的 因为父母坚决反对 两家人闹得特别不愉快 现在她有了男朋友 她说是因为跟我斗气才找的 现在我好想跟她和好 你如果真的是想挽回她 为什么也要等到一年之后 她找了男朋友再说呢 所以在我看来 你的女朋友是撒谎 而你是怯懦 事实证明 你的父母原本反对你们在一起 是非常正确的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时库库领先品牌 一被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时一被诗 一被诗谈润 保时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被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被诗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 图牛客户端应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凌晨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再次对以上机构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